卡豆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要出发了 准备好了快出发吧 金河大桥 小泉再见了 开了十几分钟 就到嘉余关了 来去找个好吃的 看见有片菜市场 看见非常的热闹 这地方叫嘉河市场 应该是当地 我们的一个大市场 要往这里卖菜的 还有卖水果 盖椒米饭 麻辣汤 这家吧 我就看他是骑山手工面馆 我就想吃 那我要茄拉西吧 茄拉西拌面盖椒面 看着有些香 干家里做客的这个 吃的好饱 要给的太多了 他们的菜市场像是赶集的那种菜市场 下午就收摊了 吃饭吃油盘 对三斤十块 三斤十块 这个呢 李子 这是李子 也要给你三斤十块 再装 你混着装点 也分不清楚李子 桃镇 抓着啥吃啥的 你们下午就收摊就不买了 买 别出卖 哦 支付宝到这 十四元 买了点水果 买了个西瓜 这儿出发去那个第一顿 小卡的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我回来了 再摸摸我 咱们走了 出发啦 你好 阿花上北门 从北门进 北门在哪边 这两个车上转过来 才给我离到的 就是那个西门旁边 对对 好 谢谢啊 现在必须要从北门购票进入 长城低吨 再开过去 还想着选个东门 现在是全票价是哪个 现在是旺季的这个票价 我们是只看那个第一顿 车门票是100亿 也包括第一顿的票 如果单独买第一顿 还十二十一一个人 方光车一个人是12块钱 不反 21加12 33一个人 这个景区不用重复进 只能把它放在这儿 也知道不带他 坐得端端的 我给他留着玻璃 应该不会太闷 这个地方风特别的大 走吧 要去这个大厅里面买票 买那个第一顿的票 两个单票是吧 对 好 谢谢 好 眼镜 谢谢 好 来 张子郎 各位师傅 最爱吃的喝 喝吃的啊 以后 jal t 争 vam 二对 都其实 这иля 我看了 大家 给我知道 我没忘了 我やって 一道墙 围着古老的文明 围着浩瀚的岁月 一道墙 围着欲望与理想 围着牺牲与希望 长城则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 现存的长城主要建于十四世纪的明长城 总长8851.8公里 习起家喻关 东至山海关 长城第一吨 又称天下第一吨 讨赖何吨 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座墩台 有李寒建筑 自然展示了 因为有了雪山的树木河流的从容 大漠的空旷 时间在这里进行的很缓慢 因为有了风的缠绕 生命的生息人群的来往 时间在这里流转的很热闹 麒麒麟山连联练在甘肃青海两省的交界处 全长1000公里 是2.5亿年前形成的褶皱山脉 后因地质运动移为平原 又断裂台生成为高山 是一道古老而又年轻的山脉 陶赖何是嘉域关市境内唯一的地表河流 靠山区降水和冰雪容不及 是嘉域关市九泉市 和金塔县城乡和工农业用水的主要水源 这边还有这种石头子 我早知道我走站这边了 这个展览馆挺小的 一个自然展厅 一个文化展厅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淘赖河 然后就出去看一下低墩 看完了 还有墩没看呢 最重要的没看 长城 这就是第一墩吧 崖壁危险 穷靠近 长城第一墩影视基地 就在那边 那边有两只骆驼 它是先会再坐 好欠 是与长城像配套的一种军事防御工事 是抵御外地 外地入庭的第一道 啊 居然有缩缩树 这是缩缩树吗 只有沙漠里才会长的缩缩树 杀极树应该叫 防风护杀的 休息的小房房 哥哥又去休息了 我要去以下面影视城看了 下面也是能开点讨赖河了 这是拍什么戏留下来的呀 长城低墩影视基地 哇 从这儿开桃树就更壮观了 古章出租一个人三十 冰区出租一个人五块 就基本上不知道拍过啥 我回去查一下 这边是军营模拟的大炮 走车第一次 轿子击鼓台 整个影视基地就逛完了 然后我们就回打道回府 大家小咖道 还在车里等我们呢 这个天还好风大一点 不然把它热死了 出来之后呢 要到这个地方 这个小天天 这个小天天 在坐返回去的观光车 小车车 这种小车车 嗯 要等一春 要吃饭 八十斤 哎 逛完了 都在这 热死了吧 宝宝 哎呦 还好放开 妈妈 还好风大 帮你打枪